零零颱风逐渐的接近台湾 而气象局表示 现在它的路径是有往冬天的趋势 就代表说它对台湾的影响 可能会再低一些些 所以发布海景的几率降低了 但月从周二晚间开始 全台湾各地都会有机会下雨 而在这周还要特别的关注 位在越南上方的另外一个台风 叫做渐鱼颱风 气象局就特别提醒了 渐鱼它是位处大地压带 未来它的路径不论是否朝台湾移动 从周五开始 中南部地区都要严防西南风带来的雨势 卫星域图上双台持续发展 虽然台湾东方的凛凌距离 越南附近的台风近于较远 但两个台风属于同一个低压带 仍会有互相牵引的作用 未来动态较难预测 这个台风未来还会再增强 所以它暴风半径也可能再扩大一些 按照气象局预估路径 太平洋高压东退 凛凌台风东偏 但凛凌持续增长 气象专家评估不排除 会达到中台等级 周二晚间中南部及北部山区 会有短暂正雨 周三周四全台有雨 可能达到局部大雨或豪雨等级 不过目前专家一致认为 变数最大的是第14号台风渐雨 所以它现在是被这个凛凌 拉着往北回走 那未来呢凛凌走得快或慢 就牵涉到渐雨往东的这个速度 渐雨台风和附近的低压 重新整合后 看看客国预测路径 中央气象局预测 渐雨接下来会进入中国大陆 日本模式则预估会往台湾方向前进 会不会影响台湾要到周五 路径才会更明朗 其实原来它已经碰到越南了 快要消散掉了 没想到呢 这个低压带 它受到这个凛凌的拉扯 又被拉回来了 所以它也很像又活过来的感觉 所以它可能呢 未来呢会 有一点像是一个回马枪一样 原本几乎快消散 却又再度整合 还发展成台风的鉴雨 让气象专家彭启明 想起1986年曾登陆台湾 两次的怪台为N 当年也是台风重整后 受到其他低压带牵引 才二次清洗台湾 不过气象专家提醒 无论鉴雨有没有吸台 受到低压带北移影响 中南部周五还是要留意 新南风带来的水汽 恐怕会一直下到周日才去换 这一张情形国特报道